台湾证券市场ETF在天胜利军成为国内首档上市的杠杆反向ETF 郑江所表示呢这一次挂牌的两档ETF偏向的是策略交易型产品 让投资人在投资策略上可以更为灵活 但是投资盈亏深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因此投资人应该更注意风险了 庞陀的鼓声满堂的喝彩敲出气势 郑江所总经理林火灯和袁大宝来投信董事长林武田都笑得很开心 因为台湾首档杠杆及反向ETF散型基金正式挂牌上市 领先大中华市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验 如果可以鼓励我们将来在发行各种产品的时候 可以更开放可以更大胆 但是我们同时考虑到投资人保护的情况下 怎么样适度做投资人的分类 双方交换象征台湾企业精神的水牛纪念品 感谢主管机关放宽法规 让市场更开放 主动提到台湾金融业打亚洲杯 袁大宝来配合不缺席 东南亚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或是越南 这样这些比较金融方面都还是稍微落后我们台湾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的空间 建议的是短线的就是一致的 正向反向一致的 因为你有可能涨跌之后 最后你摆了两天 结果可能一毛钱都没赚到 一天涨一天跌嘛 专交所及袁大宝来也提醒 这两档基金比较偏向策略交易型产品 适合短线单日操作 不建议长期投资与不熟悉商品投资人 投资盈亏会深受市场波动及富力效果影响 因此投资人应注意风险 戴军影成尾佑